在粤港大湾区内地九市中 每天出行量超过600万人次 仅在广州和湾区城市之间 每天的出行量就达到了307万人次 今天跨市地铁贯通运营 跨城出行消费也更加便利 对于住在一个城市 要到另一个城市上班的候鸟人群来说 他们的通勤之路将更快还更省成本 好多人啊 今天感觉 没想到是不是 对对对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么多人的 兴奋之余 谢回拿出手机 给远在江西老家的妈妈打去视频电话 告诉她这条跨五城最长地铁贯通运营的好消息 能听到吗 妈妈 我现在在这个广东城际的这个城际车上 现在非常多的人 以后你来这个山水北就可以坐这个车 我们还可以去东莞看那个山旧 去深圳看看姨妈可以实现一小时的一个通勤圈 随着城市融合和跨城通勤客流量的逐渐庞大 广佛候鸟 深管候鸟 深会候鸟群体不断涌现 谢回就是其中的一员 家在佛山 工作在广州的谢回 一直以来都为通勤交通而发愁 谢回2018年在佛山买了一个80多坪的三房一厅 离他在广州的工作单位有70多公里 每天往返五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 让他苦不堪言 只好在广州租了一个50坪的小房子 谢回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果开车 每天来回通勤的费用是300元 一个月算工作日22天就要花到6000多元 如果坐城际地铁 一个月的通勤成本为2000元 时间成本和费用花销都大大降低了 于是在跨城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的第一天 谢回就迫不及待 尝试了这种最新的通勤方式 速度也挺快的 我感觉我看的就是有200公里 这个时数就比地铁其实快很多了 像我们以前也坐4号线的地铁 它时数只有80 交通便利了 谢回也打算搬回佛山柱 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对于未来 不仅仅是谢回 大家都充满了期待 跨城市的这种交流 就周末聚餐各种的方便 从惠州 东莞 广州 赵庆 佛山 五个城市 你从早上可以玩到晚 我们是徒步协会的 然后大家一群的朋友一起去 就是见证一下这条新线的开通 现在感觉这个心情 我们体验的感觉 非常好 很开心 很开心 很兴奋 一到早就很期待这个活动 终于开通了